意大利文藝復興巨像波托切尼的維納斯 現在正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 這次展覽是由港大美術博物館 與意大利駐港澳領事館合作 將波托切尼這件標誌式的作品帶來香港 波托切尼的維納斯的誕生文明於世 那麼這次展出這幅作品 與它又有什麼關係呢? 其他兩位 famous Venus paintings 可能會做到後來 所以這是一個圖案的圖案 但仍然是一篇圖案 然後這個模特兒 在幾乎一樣的模特兒 被剩下的圖案 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是一位少許的圖案 滅絕圖案 的圖案 很多的圖案 都不居然今天 而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圖案 在屯門 這位的圖案 是在這位的圖案 現在的圖案 而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這些和其他價值 我們可以在公開的圖案 學生中和中學生 他們接下來都會搞一連串的教育活動給公眾 特別是做學生從各方面認識這幅作品 包括歷史和作畫方式 我們會有訓練的教育 和另一位教育 他們會講明天晚上7時 和2013時到2013時 在這間餐廳 但是我們也會有訓練 所以在這個時候 1月1日我們會邀請 五位畫家 來展示 使用油畫面 像是一種中文化的中文化, 一種中文化的中文化, 中文化的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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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希望 提供的印象 很多不同的方式, 通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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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在藝術中的藝術, 找到欣賞這幅畫的切入點。 維納斯會在 港大展出至今年12月, 之後就會移私到澳門美高梅道繼續展出。